小的时候我爸爸一直都有那个癫痫病 19岁的时候 我爸爸这个病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没办法打工了就决定要回来 返乡创业第一年做的是莲子和莲藕 承包了大概300毫 一天下来的话除了睡觉 基本上都是在户外 晒得像一个黑煤炭一样 有些人就会说我黑 说我土 根本就不像22岁的女孩子 镇上遇到我的同学 我那时候才挖挖藕 我这身上下就全是泥巴 他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 他当时会觉得 我好像混得很惨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丢人的 努力挣钱有啥好丢人的 返乡创业做抖音以来 有帮助过200多户 村上的爷爷奶奶叔叔 总共销售的话有差不多6万多单 我们家乡的一些爷爷奶奶 为了鼓励我 20多个人自发的去组织 去求了我们的村书记 给我颁发了一个荣誉村民 那个同学看着我做得比较好 他可能决定 今年要回来一起做这个事情 从19岁返乡创业到现在22岁 我做好了一份自己的事业 把别人认为不体面的工作 做到了体面 保护好爷爷奶奶和爸爸的同时 还能帮助到我的家乡 我自己感觉特别的幸福 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据说那个李子柒啊 就是留守儿童 其实是 这种能不能好模仿呢 我觉得如果你长得够漂亮 够年轻 好像还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漂亮傻事 漂亮傻事 这个人 这位思想家 有点意思 他说一边抱怨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就业困难 一边又对真正能赚钱 但是需要吃苦的工作 耻之以鼻 一边要求别人尊重自己 一边又对农民各种看不起 他说奈特的谁呢 那奈特的一个兄弟 写了一个帖子 他说果然 今年一千两百万大学生毕业 没有地方放 大学生没有地方放 有人想让他们回老家种田了 其实他这个说的 再厉害一点 就是上山下乡了 人家这句话呢 他用这个话来回应 人家这句话明显的不合适 是吧 人家谈的是社会问题 他谈的是个人性问题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他这个指向人性的消极 大漂亮傻事 沿街这个谈的这个东西呢 是谈的社会问题 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的 就是凯撒的谈凯撒 上帝的谈上帝嘛 就是这个意思 评论的大概也都是跟着这个 来了是吧 什么职人思想了 什么懒惰了 什么五谷不分了 所以这个 养高手低了 这都是指向了人性 是吧 这个就根本就不塞一条线 线上是吧 可是这一错位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 问题就是在于 我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说不好这个视频你又看不到 就好像这个拜登吧 你要跟拜登谈就业问题 他跟你谈你要那个什么 就可能就是这个大概就懂了 是吧 这个拜登能不能做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你 他谈的这个问题 他都没有问题 你放在人性里是谈人性 放在社会里是谈社会 都对 但是你一错位就完全 完全就是精神错乱了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